2020年4月13日 22岁男学生龙伟豪在葵冲警署附近 被搜出所携带的纸袋藏有两枕汽油弹 他否认一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被告在审讯时 公称遭到一名警长撤局陷害 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 裁判官屈立民认为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警长有份撤局 被告也没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在里运送汽油弹 于是裁定被告罪名成立 被告作公时 曾经辨称是因为一名警长精心策划而被有堕法网 以为自己只是收取酬金运送红酒 不知道纸袋里面的是汽油弹 裁判官屈立民指 辩方一直辨称有人向中间人提供金钱报酬 利用被告放置汽油弹 但是辩方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撤局陷害的说法 中间人没有出庭作弓 涉事的警长也否认指控 律政司最终也没有起诉该名警长 屋官说 案发当日被告被警员折查时知不已对 直到被告在庭上被控方判问时才首次解释到场原因 所以认为被告的说法不可信 如果被告真诚相信自己只是在里运红酒 当初面对警方的提问时就不会知不已对 屋官有分析说 警员提到被告当日所攜戴的纸袋并没有密封 因为意外都能闻到龙烈刺鼻的天拿水气味 辩方说被告有严重的被敏感 但被告也都承认在案发的时候并非完全没有臭觉 屋官回应说 被告生活了22年 不是无知的小孩 无理由对汽油弹毫无认知 屋官总结说 被告的供词前后矛盾 态度回避 又不合情理逻辑 于是裁定被告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成 案件押后到3月11日判刑 期间被告获准保释